眼前这条宽阔的溪流是炼江 它是乾塘江上游干流新安江的主要支流之一 发源于黄山 于炼江平行的是老辉航公路 连接着安徽与浙江两省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古村落呢 便是在这里 位于社县南部离县城不到六公里的距离 衣衫傍水风景秀丽 由于紧挨着辉航公路呢 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 可奇怪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小村庄 现在却几乎无人居住 这是什么原因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霍花 今天再带你们看一个安徽废弃的小村庄 这个古村落叫报家庄 村庄不大 夹在炼江与辉航公路之间 绵延150米 像一条彩带 我便从村置的西端进入村落 村口不远处有一幢民居 向上有人居住的样子 再往里去呢 便是满眼的破败与萧条 尽管如此 透过镜头 你一定也能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 两旁的房屋 虽然宝经岁月洗礼 又年久失修 却难掩其古朴与雅致 同时呢 也具有浓厚的灰牌建筑的特色 置身其中 使人遥想起灰山兴盛的年代 而如今曾经的繁华兴盛都已随风远去 但是心中呢 又不免生起疑问 这么好的房子 为何无端地被主人遗弃了呢 现在就让我拐进这条逼折的弄堂 去临江的这座民居 探个究竟吧 这个弄堂连接着两座民居 细细长长 狭窄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 两侧的墙体显然是布满水质 长满青苔的了 脚下的路湿滑泥泞 整个呢 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让我不由的担心 这就无人际的所在 两侧的墙体会不会垮塌下来 推开木门 看看屋内的情况吧 屋子是木结构的 柱子和屋梁呢 都还完好 窗户呢 却已经不在了 再往里面走呢 竟然发现一间门窗 还算相对完整的屋子 窗框的雕刻呢 看上去还是比较的精细的 地面上堆放着水缸和石墩子 但是它的主人去哪里了呢 阴森的房间里 没有敢多坐停留 我就出来了 眼前的这个建筑 门头可以说是十分气派 可是你知道 它里面是什么样子吗 透过窗户看看吧 一片的残垣断壁 这是另一幢建筑 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坍塌的了 进门看看一股 萧瑟与破败的气息呢 是扑面而来 也不知道这里 曾经住过什么样的人 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在这个村落里呢 这样的情形比比兼是 可见这里确实已经 荒废失修多年了 房子就是这样 一旦没有人居住 没有人修缮 就会渐渐破落 甚至坍塌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 这里被放弃了呢 询问了下附近的老人 说是早年呢 开发商买下这里的 大部分房子想做开发 村民也因此搬迁出去了 不过后来呢 由于资金链的问题 没有继续开发 这村子就这样落寞荒废了 刚好 说均率 根小明快 把举嘉 里面 打直辞了 周废 び飞